嗨 各位豆朋友們你們好 無論你是紅豆綠或大紅豆 我會治好你的青春豆 我是莊葉醫師 我是劉氏彭醫師 好 我們今天要來講關於鼎仔的事情 鼎仔是我們在門診裡面常常遇到 而且非常困擾 那今天讓我們來科普一下 釘子到底有多常見 你在門診裡面一個診大概可以看到多少個釘子 一個診大概四五個吧 四五個很多耶 他們一來的時候他的表現是什麼 局部病人會發現身體的某個部位有出現紅腫熱痛的情形 那有的比較大的 他可能可以看到有一些白白黃黃的濃透 對應到醫學的名詞裡面 他比較小的我們叫Ferranco 就是叫茄子 然後比較大一點的叫Kabanko 叫庸 那其實他對應的都是我們表皮上有非常多的細菌 像是金黃色葡萄球菌 鏈球菌 那這些菌如果侵犯到我們的皮膚裡面 就會形成這樣子的皮膚感染 就叫做Dina Dina你最常見好發在哪裡 最常見我覺得下肢比較多 尤其是在屁股附近 Oh yeah 非常非常常見 以前我在看健保的時候 惠陰部那邊的翁啊 他們會常常說 欸我月經來就會特別多啊 或是我晚睡啊 他會覺得他的Dina 特別在月經來的那個週期 或是他晚睡的時候特別好發 然後還有很緊的牛仔褲 其實那裡也要小心 Dina可不可以擠 因為我們說痘痘都跟別人講說不要擠 可是其實對的時候跟對的方法 他是應該要被擠的 因為他裡面就是有一顆粉刺 他應該被擠出來 那Dina到底要不要擠 我覺得跟擠豆豆是類似的道理 就是擠豆豆我們醫學常叫 Komedonal Attraction 就是把它清出來 有適當的消毒的情況下去做 是有幫助的 那同理到Dina上面也是 你要把膿排出來是正確的事情 但是你有沒有辦法做好消毒 做好無菌 然後把膿擠乾淨這件事情 而不是把膿擠回去你的皮膚裡面 我覺得這個還是由專業的醫師來操作 可能會比較安全一點 治療有哪一些不同 不是每個都需要激進的治療 有一些可能輕微的你擦藥就好 然後有一些嚴重一點的搭配苦服藥 那少數可能需要把它切開排那種 小小範圍的Feranko那種小小的結子 局部擦抗生素藥膏 它是有辦法緩解的 那今天它如果是好多個毛囊的感染 病在一起變成一個Kabanko 有一個用 如果到這種情況的話 我覺得至少要搭配苦服的抗生素來做治療 那如果我們觀察到說有明顯的膿的產生 那就需要藉由切開引油的方式 把膿排出來這樣治療的效果才會比較快 那你有沒有遇過很嚴重的丁娜 然後特別嚴重的副作用 第一個是它長得很大 我們平常的丁娜小小的 但是那個病人他可能有到六七公分的大小 這麼大 在背上 然後他有一些病史 是糖尿病控制不好的病人 所以可能它的感染就因此特別嚴重 那它來的同時還有發燒的狀況 所以那個時候是有把它收住院 清窗完之後收住院打抗生 你們自己親嗎 對對對 就在切片式IMD 所以其實丁娜也有可能會造成全身性的細菌反應 所以它會發燒 所以不要小看這些小東西 如果你今天你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話 小東西都不能反過 還有一種東西叫做表皮囊種 表皮囊種又跟丁娜怎麼分 我覺得最主要是它們結構上的差別 就是表皮囊種它又俗稱粉瘤 在表皮裡面有一個良性的皮膚腫瘤 那這個囊袋裡面有許多的 腦肺的膠質啊 皮質啊 我覺得它的特色 在它沒有發炎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看到一個小小的黑黑的小開口 那這個開口偶爾跟著會擠出一些臭臭的 像牙膏那樣子的物質 那就比較暗示說它是一個粉瘤 粉瘤它是個良性的東西 你不切掉也沒關係 只是它偶爾就是會反覆的發炎 所以如果要根除 一定要用開刀的方式才可以根除 但如果單純只是鼎牙的話 你看這支治療完它就可能會傳過水無痕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粉瘤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長期發炎就要開刀 對 然後如果它發炎了也很像鼎牙 有可能在同一個地方一直不斷的發炎 有可能它就是粉瘤在發作 所以其實還是要找皮膚科醫生去確定 開個很小很小的刀 這個長發炎的粉瘤割掉了 它就沒有事了 那我們來定義一下 第一個鼎牙跟瘋膜性組織炎 它有哪一些地方是相似的 簡單來說的話兩者都是屬於細菌性的一種皮膚感染 那如果是鼎牙的話 我們會比較強調說這個感染 大概就是在毛囊的周邊 如果是瘋窩性組織炎的話 它就是侵犯到比較大範圍的一個皮下組織 所以例如說我們看到的瘋窩性組織 通常都是例如說一腿啦 或是一個手臂啦 它這樣子很大範圍的紅腫熱痛嘛 但是例如說一個鼎牙 它可能就是櫻部那邊長了一個鼎牙 它就凸一顆 然後它也會紅腫熱痛 但是它不是大範圍的 差別就在這裡 然後瘋窩性組織炎甚至要住院 然後打抗生素啊 但是如果說是一個局部小小顆的細菌感染 可能有時候叉叉藥吃吃抗生素也就好了 喜歡我們錄這些駕馭短片的 Like和Shar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掰掰 我們會忘記的 我們在這邊 我們會看到